你爱我 要我爱你 蜜雪冰城甜蜜蜜 欧炮时间到 我要欧炮 我要欧炮 欧炮国南 卧槽 还有人比我他妈更魔笑 哈喽 大家好 颜值无闻 行而不远 我是潘小美 一个励志讲辩世界品牌故事的有趣亮妹up主 想必大家最近肯定被蜜雪冰城那首比较魔性的歌洗脑了吧 这首歌到目前为止有15亿的播放量就离谱 这算蜜雪冰城一次非常沉重的营销了 现在人家又顺势出了蜜雪冰城2.0 很欧炮有没有瞬间找到了20年前 我陪我妈逛百货超市的感觉 蜜雪冰城也是找到了财富密码 准备在洗脑和魔性这条路上走到黑了 但这些套路是早在20年前 已经被一个叫旺仔的精神小伙玩坏了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被三年级六班李子明同学 宇宙无敌超级大帅哥QQ哥支配的恐惧 什么OPPO时间的 这些广告歌放到今时今日依然能惊动我的DNA 你最喜欢汪汪哪一款零食呢 请大声把它们扣在弹幕上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家比蜜雪冰城还会玩的企业 汪汪集团 要说汪汪的魔性绝对离不开一个人 汪汪之父蔡野鸣 蔡野鸣出身台北 从小就是很野的富二代 不喜欢读书 天天抛在老爸开的中央戏院看电影 一天看十多部 让我看看 不要 据老爷子说 自己大部分知识都是从电影院里学来的 差距题外话 由于蔡老自己高中都没读完就创业成功 所以蔡老订过一条家规 孩子年满18岁便不再升学 直接进入企业学习经营 你看看多野 高中时期由于两次与老师起冲突 出于叛逆时期的他所幸退学 进入父亲的置冰工厂工作 为了帮父亲分担压力 1976年 蔡野鸣从父亲那里 接管了主要代加工鱼罐头外乡的宜兰食品厂 这个啥都不懂的矛头小伙 觉得做代工要看别人的眼色 干脆搞一个自己的品牌 转做内销 把食品厂的战略转型一下 于是蔡野鸣带领工厂 开始生产浪位鱿鱼丝 结果一年多下来 顺利地赔掉了一个多亿 这下父亲先生的压力更大了 蔡野鸣也落下了个败家子的称号 算赔这一点小钱并没有让蔡野鸣退缩 反而更加坚定了 自己的想法 三年后 22岁的蔡野鸣发现 台湾刀米资源过剩 如果我有日本的米果技术 我就能翻身了 于是他找到日本三大米果厂之一的 盐肘智寻求合作 64岁的真记作社长连连拒绝 老衣 你还小 你能亏你爸几个亿 我没纪念了 我不想被搞抽脚牌呀 大呗 最后的整整两年 蔡野鸣三顾茅庐 频频迈返真记作 成功感动了他 才终于获得了米果制造的技术输出 之后爱狗的他将公司取名汪汪 迅速成为台湾米果市场老大 1992年 汪汪在台湾已经相当成功 但蔡野鸣觉得 台湾市场局限性太大 又将目光看向了大陆 当时很多人进内地市场 都会选择沿海地区 但是蔡野鸣很聪明 他选在湖南 因为自己是湖南首家台企 所以可以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但汪汪进入大陆市场 一开始并不顺利 当时蔡野鸣带着汪汪产品 参加郑州糖酒会 非常成功啊 一下子就收到了300多份订单 最后却没有一个机销商 来交钱提货 喂老哥还不来提货吗 米果保质期多短 万一我卖不出去 我不亏死 别挂 眼看食品就要过保质期 情急之下 他决定将产品分送给广州 上海 长沙 南京等类的学生 免费试吃 结果孩子们爱不释手 最终投产当年 他创下2.5亿营收 蔡野鸣抓住时机狂投广告 没错 请把你旺我旺大家旺在弹幕里唱出来 旺旺的模型广告也到这个时候 出见出行 可爱的旺仔贴话也是随处可见 哎 想当年我们家冰箱上 就全部填满了这玩意儿 随着旺旺的成功 很多人也盯上了米果零食这块蛋糕 前前后后有200多家食品厂 加入米果大战 比如台湾的康师傅 激烈的竞争使米果的价格 由最初的1公斤50元 降至30元 面对危机 蔡野鸣推出4个副品牌的低价米果 为了降低成本 他拼命扩大生产规模 但他也没有很多钱建厂 于是蔡野鸣联系各个县政府 我要投资 但是需要你们帮我出钱盖厂子 没问题 无限欢迎 旺旺的投资得到了不少县政府的回应 这也让旺旺终于有了打价格战的资本 一口气将自家产品骤降到1公斤5元 将竞争对手杀得所剩无几 旺旺旺迷过老大的地位再无人能撼动 不得不说蔡野鸣真的是眼光独到 去他本人说 这些都是电影里学来的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除了产品实力过硬 旺旺给每个产品都配上了魔性广告 比如说我今天看特别射死的 三年六班林子明同学 因为太魔性 旺旺还出了续集 更魔性的还有宇宙超级无敌大帅哥QQ哥 将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 看着很像校园恶霸 还有摇滚哥叫你跟着他滚 但我最喜欢的广告呢 还是欧炮时间到 大家可以试一下 现在弹幕里应该可以发语音了 欧炮广告随着小孩子一丝丝轻微的破音 给整条广告都注入了灵魂 当然旺旺也有一些比较正常的广告 比如 这个小姐姐就很可爱很正常 旺旺的广告模型到 能让你多年后一听 你还能跟着 曾经犯傻跟着旺旺广告 一起喊过旺旺的朋友 请高举你们的搜索 不要害羞嘛 那个新年广告不再还有没有人记得 高度我当时一起床就喊了一句旺旺 打年初一家人都以为我哪撞着了 所以论辈分旺旺 绝对算是蜜雪冰城的祖师爷 如果蜜雪老弟把这些歌买回来再改一遍 效果绝对是杠杠的 最近旺旺的模型广告已经很少见了 但是模型的操作却一点没变少 比如快捷开了个旺旺医院 一日三次一日两粒用温奶送服务 去看病最先看到的是旺仔 看病医生先贴心送个旺仔牛奶 医院遍布自动贩卖机 价格比外边还便宜 这个让你接个货就跟看病似的 更魔幻的是旺旺跨界除了涉足医疗服务 更是玩起了超市餐饮连锁 农业酒店房地产传媒等领域 年营收更是高达219.98亿 喝了这个仔 忘了这个奶 反正承包了我整个童年的旺旺 最近似乎渐渐地淡出了我们的事业 没有这么多模型的音乐了 你还有吃旺旺的零食吗 在延延下季 不妨给自己奖励一根旺旺碎冰冰吧 不是广告干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潘小美 点赞超无外 下期给大家深情演唱 Oper时间到 我们下期见 很高兴为您服务 能给我淘个币吗 没有啦 那给我点个赞吧 多难